玩水是属下期间最令人向往的活动之一 水里巷公所每年举办的水里玩水节 即将在这个周末登场 建立为了让民众享受安全舒适的吸水环境 所使用的水源都是来自水里吸 清澈凉爽的吸水 希望能够让游客不仅玩得开心 也玩得放心 愿成遭遇也特别出席记者会现场 至这项一连一度的地方活动 大家最引领期盼的水里巷清水公园的玩水节 即将在7月19号到8月16号来隆重开幕 交易在这里很辛苦 来邀请我们姐姐和好朋友 大家休息休息 在这段延远的夏日当中 来这最安全最终最好 我们的水里乡清水公园 来这里生水插头 这是我们最希望能够营造的一个空间 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增进我们亲子之间最好的一个活动 每年举办的玩水节活动 都吸引许多游客前来 活动期间 从7月19日到8月17日 连续五个周末 民众可以免费体验清水公园的喷泉 以及一系列的细水设施 那小朋友们迫不及待的 在清水公园记者会现场 融入公园喷泉 体验清凉的玩水快感 但我哥哥和我来这里很好玩 我很开心 我玩才很高兴 而且我整天有来这里玩 我星期日也要来这里玩 我相信 这里有别于其他地区所谓的人造的一个游泳池 我们水里西盘凉凉的一个开风 非常严重 我们这里的造情 我们的流速各方面 也都一年比一年更进步 去年在教育的政策下 我们在这里有再建新的植树的一个宿主 我相信大家的共同来打拼 营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清水玩水的一个环境 所以玩水节是地方上指标性的大型活动 希望大家能够呼朋引伴 踊跃来参与 也希望透过玩水节的活动 能够让大家认识水里的美 进而带动地方的观光产业 民意七五宏宅宴 水里产品报道